當你很多次的少量多餐的進食 基本上就每一次都在冬型的牙齒 發現我們口強中的這個PH值 快速的下降 在2到5分鐘之內就降到 注意酸食我們牙齒的一個程度 嗨 大家好 我是煌尼德恩醫師 目前在Dr.Wells擔任牙醫師 好 那我們牙齒的初期的趨勢 大概是什麼樣子呢 基本上它在表面上就是比較rough 比較粗糙 第二個就是它的 阻塞力會增大 這樣會導致我們的光學上的變化呢 就是它的光澤反射上面沒有這麼的自然 所以在我們牙齒的臉床上看起來就是比較chocky 就是粉筆白的現象 那我們在用3-way去吹牙齒之後呢 就會看到我們牙齒上面會有一層比較白的一個現象 這個就是我們的初期趨勢 我們知道我們牙齒的區礦要分成趨勢 也就是蛀牙以及酸食也就是erosion 它們主要的不同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趨勢主要它的酸是 哪至於蟹菌的代謝 那酸食它主要就是來自我們的食物上面的酸 那它的pH大概在2-4之間的這種酸 這些碳酸飲料就會直接造成牙齒的去控告 好 我們剛剛提過很多的酸性的食物 對我們牙齒基本上是有害的 那碱性食物對我們牙齒就是比較友善 比如說很多的蔬菜 甚至花椰菜還有碱性磷子水 對我們牙齒都是比較友善的一些食物 那另外我們的牙齒成分呢 它是氫氧基淋灰石 所以它有鈣 磷酸以及氫氧基 所以當我們的食物裡面含了很多鈣離子 比如說我們的牛奶或是優格 雖然它們是比較偏酸的一些食物 它們因為含了很多鈣離子 對我們牙齒也是非常友善的 那再來我們來提到我們進食的這個頻率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進食後這個食物呢 必須要經過細菌的這個代謝 形成有機酸之後才會去酸死我們牙齒 當我們進食的量能夠頻率比較那麼高的時候 應該對我們牙齒的風險是比較低的 沒錯 因為以前有一個科學家他做一個實驗 他讓很多的病人去做一個漱口 用什麼來做漱口呢 用糖水來做漱口 漱口了10秒鐘之後發現 我們漱口強中的這個pH值快速的下降 在2到5分鐘之內就降到 注意酸死我們牙齒的一個程度 那要多久才會讓這個pH值爬回來呢 靠我們的單純用口水的這個saliva 它的buffer的效果 它要大概要一個小時才可以爬回到我們原本 這個中和的這個程度 那你每次進食你的牙齒就遭受一次Risk 一次風險 當你很多次的少量多餐的進食 基本上你就每一次都在動性的牙齒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去做少量多餐這個進食 基本上都是讓我們牙齒很多時間都是 靜在這樣子的一個風險當中 所以我們在每次進食之後呢 都要做一個徹底的清潔 才可以讓我們這個pH值爬回來的速度會比較快 然後對我們牙齒的保健會比較好 你來到我們牙科診所 我們第一件事情要先徹底清除取齒組織 以及這個細菌 然後才可以來做一個好好的填補這樣子 那這是在我們的取齒範圍沒有那麼大的一個情況下 在這種比較大範圍的這種取齒的填補 我們會建議用3D尺雕來做修復 什麼是3D尺雕呢 基本上就是我們在挖完取齒之後 表面上會用一個ceramic 也就是一個陶瓷的一個材料 來做一個覆蓋來做個修補 來做個前提的一個覆蓋 這樣子它的概念是什麼 就是用素質來代替我們比較軟的象牙質 用陶瓷來代替我們比較脆弱 這種比較brittle性質的一個enamel 就是法郎質 這樣子一個比較合理性的一個修復的方式 讓我們牙齒合理的去做一個修復之後 它在抵抗這個impact這個能力上面 基本上很多病人 他們就是這樣子修復之後 就不用再來一直填補脫落這個素質 每個人都會進食 每天都會進食 你很難去做一個很好的注意的話 那你來到我們的牙科診所 我們在洗牙 每六個月洗牙的時候就會幫你注意 甚至可以用一些牙膏來做一個塗抹 塗抹一分鐘之後 在這些白色cholky化的地方做一些塗抹 讓它一個reverse或remerization 再礦化之後 來做這樣子一個修復的現象 這樣子是對你的牙齒保健是比較好的 以上今天就是跟大家做一個這個去礦化 牙齒去礦化這個介紹 那我是黃瑋德醫師 大家下次再見囉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